大家好,我是小爱,假如你和一名心暗的人落入荒岛,你会慌张还是激动呢?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少男少女意外漂流到一片荒岛上,在岛上相依为命,最终怀孕生子后却拒绝救助的故事。 故事刚开始在浩瀚无界大海上,一艘前往旧金山的航船正缓缓接行,两个两小无猜的小孩正在船舍玩耍,分别是艾米和理查德。 他们从小父母不幸去世后被一个神父收养,两人并不知道去世是什么意思,神父告诉他们等到度完一生,就能前往天堂见到自己的父母。 这天,理查德趁着厨师在忙活时偷偷来到他的房间,在这里翻找他一些不雅的照片,厨师非常生气打了两人的屁股。 而就在这时,船上却发生了火灾,最终在船只爆炸之前,艾米和理查德跟随厨师成功乘坐救生船逃离。 可不知海上突然出现一团大雾,让三人和其他逃出来的人分道扬镳。 当迷雾散去,厨师虽然找到一些物资,但根本没有发现食物和淡水。 眼看两个孩子又饿又渴,厨师只能让看夕阳转移注意力。 不料在第二天清晨,当三人睁开眼睛发现,不远处有座绿烟烟的小岛,等登上这座岛才知道这里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,上面不但有淡水,还有各种食物。 甚至艾米还找到一桶漂流过来的狼母酒。 但是理查德却在山洞中意外找到一个骷髅头,这可把厨师吓坏了。 他带着孩子们来到小岛最高处,想看能不能找到失散船员的船只。 而艾米看到岛上一种红色浆果,甚至好看,他想都没想摘下来就放进了嘴里,这可把厨师吓坏了。 毕竟在野外越鲜艳的果实就不能吃,没人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毒,因此食物让他吐出来,并告诉这种果实只要吃下就会永远沉睡。 随后厨师就带着他们在小岛上一起生活,他教两个孩子各种野外知识,游泳,捕鱼,做食物,生活等生活技能,并且还利用岛上的东西搭建了一所房子。 一天厨师大叔为了寻找食物,他独自来到小岛的另一边看到,这里似乎有食人的土著人居住。 等回去后,他们警告孩子们千万不能到岛的另一边,两个懵懂的孩子还以为岛上另一边有妖怪出现。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一天夜里,三人点起篝火一边唱歌一边跳舞,而厨师也明显喝的比较多,他突然倒在沙滩上就睡觉了。 不料厨师在深夜里酒精未散,他独自抱着酒桶下海游泳。 第二天,两人发现厨师死在海滩上,也不知道他到底被淹死还是被毒死。 反正这一幕把艾米直接吓晕了过去,他请求理查德带自己离开这座小岛,就这样两人一同来到附近的小岛。 两人一起重新搭建新房子过新的生活,他们利用厨师教给自己生存技能,生活,找食物,做饭样样精通。 当然,两个也会在海中嬉戏一起玩耍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个孩子也长成大人,步入青春期,他们也懂得了羞耻之心,知道必须穿着衣服。 当然,两人之间也存有一些懵懂的感情,理查德知道每次过节日的时候要送给艾米礼物。 一天艾米独自来游泳,但他突然发现来大姨妈流了好多血,可没人告诉他这是女人的正常反应,他起初意味自己哪里受伤了,赶紧呼喊救命。 可等理查德赶来后,艾米意识到无法说不出口,便把他赶走了,理查德对此恨不高兴,他认为艾米现在对自己有所隐瞒,自己把他当成最亲密的朋友,却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 不过,在岛上的生活依旧要继续,两人每天都过着快乐的生活,只是他们似乎内心有些变化,他们会互相痴情地看着对方。 一天,他们又听到奇怪的打鼓声音,艾米来到高处听在不远处的一座岛屿上传来的鼓声,随后他独自来到岛上的另一边,艾米发现有个巨大的石头雕像,这个是土著人信奉的神。 忽然他看到石像流出大量的血液,于是艾米吓得赶紧跑回去告诉给了理查德,可他非常生气,认为并不应该去探索未知。 受到石像的惊吓后,艾米在夜晚做到一个恐怖的噩梦,理查德赶紧过来安慰他,接着两人相拥吻到了一起。 可当理查德刚好做点什么时,艾米却拒绝了,从此理查德便会偷看艾米睡觉,甚至还会闻艾米的发香。 但艾米醒来后把他赶了出去,为此理查德非常生气,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陷入了僵局。 某天理查德在树上采摘果实的时候,他突然发现一艘轮船出现在海上, 理查德异常激动地往回跑,他还一直不停呼喊想引起船员的注意。 可艾米发现了双船时非常淡定,他并没有想离开小岛,因此没有点燃早已准备好的信号火。 他回到后大声斥责艾米,随后理查德独自划着简衣的小船想要离开, 可小船太过简怒,不一会儿就沉没在大海里。 而艾米看着理查德狼狈的样子却高兴地笑了起来, 再次回到小岛上的理查德和艾米大吵一架, 甚至还把他赶出了搭建的房子,两人关系彻底决裂。 只不过艾米有一次不小心踩到海中那一条石斗鱼, 不料石斗鱼含有剧毒,艾米就开始持续发烧。 当理查德发现后不知所措,因为岛上根本没有退烧的药物, 为了救艾米, 理查德只好带着他来到石像面前,祈祷上帝能保佑他。 经过理查德精心的照顾,艾米奇迹般稍退掉了, 他们也在石像前,彼此表示之前的生气不过儿戏, 两人谁都不可能离开谁。 随后两人的关系再次亲密了, 他们一起双宿双规的时候,总算发现男女的奥秘, 两人便无视自通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。 之后两人将整个小岛成为快乐的海洋, 他们在无数地方留下了爱的痕迹。 只是没过多久,艾米感觉身体不适,肚子也会经常饿。 两人并不知道女生会怀孕的事情, 不过理查德看着艾米日益变大的肚子也无能为力。 在某天她回家没有找到艾米, 她只能在小岛到处寻找。 不久,理查德惊讶地发现, 居然有一群土著在那里做祭祀, 而土著还杀了一个人, 她被吓得赶紧跑了回来。 不料在回来的路上, 正好听到艾米大声呼喊, 原来她此时生下一个婴儿。 回到家后, 理查德用水果喂食, 可婴儿还是一直哭泣。 没想到当艾米抱着婴儿后, 顺时开始吃母乳。 从此,理查德开始捕鱼负责寻找食物, 而艾米也专心照顾自己的孩子。 日子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过着, 在这里一黄腰一年后, 随着孩子的长大, 三人的愉快在一起玩耍, 而孩子也学会了说话。 这天, 三口在海边玩泥巴时, 突然出现一艘帆船, 船上正是当初带艾米和理查德出海的神父, 但两人谁也没有向帆船求救, 或者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。 随后理查德决定带着孩子到当初第一次登岛的地方, 怀念下当初的厨师。 理查德去岛上补充食物, 而小孩却采摘了那些野果丢在了船上。 艾米看到孩子后, 就抱着他来到船上休息, 不料小船却随波逐流, 飘向远方, 而小孩却不小心将船桨扔了下来。 艾米只好大喊理查德寻找帮忙, 他刚跳到海中拿船桨时, 身后出现了一条鲨鱼。 当理查德游到船附近时, 艾米用船桨砸中鲨鱼。 就这样三人坐着船漂流到海洋深处, 没有水没有食物。 小孩趁父母两人睡觉时吃了彩的野果, 艾米看到赶紧让孩子吐出来, 因为这个果实就是当初厨师告诫他们有毒的野果, 可为是一晚孩子已经吞下果子睡着了。 理查德只能将剩下的果实分成两半交给艾米, 艾米也懂得他的意思, 两人一同吞下野果抱着孩子躺在船上睡着了。 不知过了多久, 帆船上的神父发现小船, 而船沿也发现三人并无大碍, 只是太累睡着了而已。 看来他们也会跟随神父回到现实世界, 也可能他们发现在小岛上的不同, 到人类世界充满着二语我诈。 尤其是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向前看齐, 没有几个人能借交借造。 好了,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 本片是1980年的青春爱情电影《青春珊瑚岛》,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, 转发和关注我哦。